Hello大家好,我是雪鹿,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光之国里所蕴藏的奥特曼高达上百亿个 这些奥特曼的实力也都有强有弱 很多阿民也喜欢讨论奥特曼能力的输高输低 但是这里面有几个奥特曼的实力明明不强 却被网友给吹上了天 下面就跟雪鹿一起来看看究竟是哪几个奥特曼吧 1.迪迦奥特曼 迪迦是最受国人追捧的奥特曼,人气非常高 关于迪迦奥特曼的战斗力在网上一直是个谜 有人说他比诺亚奥特曼厉害 也有人说他是奥特之王的化身 不少粉丝就是因为对其他奥特曼作品不够了解 又恰好见识到了迪迦在TV中无敌的身姿 所以便开始大肆鼓吹迪迦 黑暗迪迦数据不明,我们暂即不谈 最受追捧的闪耀迪迦就被粉丝摆上了神秘四奥的地位 其实闪耀迪迦就是普通迪迦的加强版 能量多的用不完,因此能无限防技能 先升加坦结恶就是这么死的 2.诺亚奥特曼 目前用最强奥特曼称号的当时诺亚奥特曼了 诺亚从第一次出现时就被网友们挂上了最强的称号 原因是官方给诺亚的数据比雷阶队豪特之王强 以至于大家觉得诺亚是战无不胜的 可是事并非如此 诺亚奥特曼也是输过的 病气还被打回了原型 在与对手黑暗路西法交战时 诺亚并没有那么容易胜利 甚至还赢不了路西法 不然也没有我们看到的Nexus了 3.Max奥特曼 Max的名字取自英文Max 远古给出的定义是最快最强 因此很多粉丝就对远古这句话产生了误解 认为Max是远古亲自承认的最强 但其实这只是远古搞的一个噱头罢了 Max可是时隔多年之后 远古首次将奥特曼宇宙回归M78光之国的地牢 自然会把名声搞的响一点了 4.赛罗奥特曼 大家别看赛罗年纪轻轻 大家要知道的是 赛罗可是光之国唯一个把贝利亚打得无鲁可退的 赛罗一出现 并成为了光之国的功臣 但赛罗只有我们看到的那么厉害吗 其实大家不妨想一下 无论什么时候 只要贝利亚比赛罗强 那么赛罗就一定会获得一种新的力量 并且这些力量都不属于赛罗 常态赛罗和贝利亚大战时 也是吸收了导离子火花塔的力量 从而这足以证明 赛罗远没有我们看到的那么牛 大家觉得呢 好啦小伙伴们觉得谁才是最强奥特曼呢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雪罗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喜欢的话别忘了给雪罗点个赞咯 想看更多奥特曼咨询关注我 抢先看我们下期再见